从这来一刀 现在8匹开稿 今天带你们去切这个百万斤的料子 我老去8匹没意思 要看怎么挤 怎么分解才能够价值最大化 还要让你们看加龙洗货之后 它的变化是什么样的 见证整个过程 所以说过程有点长 为什么呀 因为每一步都是非常专业的 我们要保存它的价值 还要让它价值最大化 今天带你们去切料 看看怎么切 这个料子呢 过来 这认好的料子让你们看自然光 看到没有 高冰这边是漂蓝花 后边呢 这边是漂绿 大盘随便去 这边有裂啊 出现有裂 但是这个不影响曲贱的 最讨厌的是什么呢 是讨厌那种蜘蛛网人的裂 这种大裂也不影响曲贱 非常非常美丽一个角块 现在开走 今天跟你们聊一个话题啊 关于人生 什么最重要 很多人呢 非常容易感叹 特别是这两年生意不好做 环境也不好 然后呢 很多人就是非常消极 负面情绪特别重 然后就是感叹 非常非常的不顺或者不公 其实真的人生选择更重要 为什么说选择更重要 并不是说生下来命就有的 真的不是那样的 很多人你想 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生的两个人 但是他的命运截然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如果你要是说一出生就决定了你整身的命运的话 那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 这个东西不成立的话 那你改理性的客观的去思考一下 决定人这一生成与败 最终结果的原因更远出在哪 我觉得是出在于选择 人生从你儿时到慢慢的成长 之后到现在吧 你会面临无数个选择 每一个选择呢 都决定了你不同的走向和不同的结果 又让你面临更新的选择 更多的选择 然后多种选择反复累积下来之后 这就是你的人生 所以说选择很重要 那如何更好的选择呢 其实就是内心的强大和知识的积累 因为每一个人看待人和物的时候 他做出选择和决定的时候 是什么促使他决定的 思维 你对这个社会的认识 还有你对生活的经验 那说到这一点的话 你们考虑一下什么最重要 学习 沉淀 积淀是最重要的 你内心世界的知识的丰富和强大 才能促使你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和抉择的时候 做出正确的决定 你们想一下对不对 然后呢 很多人又跟我讲 说飞驰啊 你能吃得饱喝得足 你像我们这种生活 现在温饱都成问题的 我们哪有时间看书 老话是这样讲的 越在艰难时 越是修心时 你们考虑对不对 如今我们生活的环境安全 而且公平民主 你只要是勤劳 你肯定能够吃得上饭 而且会有积蓄 当然了 你要是非常懒 那就没办法了 但凡你只要勤劳 那肯定温饱是不成问题的 那么剩下的时间 你该做什么 大多数人呢 是羡慕别人过得好 抱怨自己运气不好 或者是眼高手低 小钱看不上 大钱赚不了 其实这个时候 你应该安定 学习 用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学习是件很快乐的事情 为什么 开卷有益这句话 我是这样理解的 有那么多 那么多 那么多优秀的人 然后将自己毕生所学 提炼 凌炼成一本书和文字 你等于站在一个巨人的肩膀上 去读他们的精华 然后再有你自个的感悟 那才是捷径 很多人说看书 我看不下去 我坐在那里 我难受 那我问你个事 什么叫捷径 下着力气 去看书 去安静的看书 去安静的体会 去安静的认真的学习 这就是捷径 好了快到了 不跟你们啰嗦了 一会儿解料 首先我们要扒皮 把剩下的皮扒掉 扒掉之后 我们现在来研究这个料子 这个料子 首先把皮扒掉之后 比较明显的就是 这里边有一个裂 对吧 这道大裂 那好了 第一刀肯定 我没有水锯的话 薄锯片把这个裂切掉 然后这个料子成两半了 两半之后好了 首先看这一半 是比较大的一个主体 这个大的主体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什么情况呢 这边有一道巧克力 但是进到这个位置 它就不进了 而且还有这一道裂 这一道裂是怎么进呢 进多少深呢 还要赌一下 为了保持大件 因为这个列 不管它怎么进的话 雕刻的话 可以把它规避掉 我们解这个料呢 要解厚的啊 最起码要一公分 为什么要一公分呢 如果是说 我们是做通货去卖的话 为了利润价值最大化 我们会把它做薄装 尽量薄一点 多出件啊 然后能够多卖钱 但是我们做收藏品质的东西 一定要厚装的 所以说就一匹二 保一个大盘啊 这样切下来之后 那下边就是一个 三角形的随形大盘 一个大盘 加一个随形 那这一半就解完了 那好了 剩下这一半 这一半我们该怎么解呢 因为这边有个巧克力啊 这边有个巧克力 我们只能是这样解 出两个盘 从这来一刀 对吧 这边有一个盘 而且是漂绿的 然后从这次看一刀 然后又有一个盘 两个盘 然后加一个随形件 基本上的路数呢 就这样解 这样解的话呢 是最合理的 那好了 现在把皮开掉 让你们看一下怎么切的 好了 现在包剧完毕了 跟分析的是一样的 看到没有 整个料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地方是漂绿的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里有一道链 然后直接上去 手推 往下的 往下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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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